今天新聞線報內幕追真相 歡迎上線 觀眾朋友晚上 我是呂惠銘 我們要帶你來看看國民黨通令這個黨籍明代 不准批科果然獲得了民眾黨的回報 雖然民眾黨該殺還是殺 但是這一回在國會新會期一開始 一開始我們看到藍白聯手 現在是這個退回的總預算 但是我想多數的國民想要問藍白的是 請問一下這些立委諸公 你們有誰認真看了預算了嗎 為什麼用這種全部退回的杯葛方法呢 這樣子做到底是不是你們心中只有這個杯葛 只有黨派而沒有國家人民的利益呢 好 這種報復性杯葛接下來要怎麼發展 我們持續的觀察之中 但是黃珊珊這個記者會之後快閃美國 代表的是要代表這個柯文哲到美國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你不是停權了嗎 你這個停權的立法委員 在民眾黨看起來還滿大牌的 率領幾個立委一起舉行記者會 說是金華城這個案子 台北市本來就有權制定容積率 所以就是台北市決定的 不然你是要怎麼 好 那麼這表示說審慶金他現在坐在監牢裡面 他只要撐住是不是多出來的500億就妥妥地進入他的口袋了呢 等一下要帶大家來了解一下 另一方面來看看美國外交界的第二把交易 康貝爾他坦承了 他說中國確實在經濟上在科技上對美國構成了史上最大的挑戰 換句話說美國跟蘇聯時期都還不是最大挑戰 而是此時此刻的美國跟中國之間的競爭 那麼甚至像有傳言表示呢 美國的海豹部隊事實上已經命訓了一年多 要針對習近平進行隨時可能的斬首行動 真有這樣的一個狀況嗎 我們稍後待會兒有社會的討論 先來介紹一位來賓主任介紹是資訊媒體王奈德 惠銘好 大家好 前民進黨中央委員張藝善 惠銘好 大家好 再來介紹是國民黨的這個台北市議員周小平 大家好 我們介紹的是資訊媒體的邱銘玉 大家好 再來介紹是民進黨的政策會議長王一川 好 稍後待一會兒這個前科市府的都更規劃師林冠年也會來到現場 那麼我們今天就來看看今天新聞的最熱話題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控訴司法政治迫害 立院開議第一天就跟綠委暴衝突 難道是要幫柯文哲復仇 黃國昌帶著民眾黨立委議場叫囂 跟步步進逼行政院長卓榮泰 只見民進黨立委林楚英被卡在中間動彈不得 但黃國昌似乎也沒打算收手 請你不要一邊對著我噴口水 還用身體不斷的逼近我 讓人覺得不舒服 我莫名其妙的指控 我是不會隨他起舞的 畫面會說話 為什麼一定要用身體壓過來 這是電車吃汗才有的行為 黃國昌你是電車吃汗嗎 林楚英 黃國昌隔空護槓 而立院開議重頭戲招委選舉 原本黃國昌期待與藍營協商 能夠拿下交通委員會招委 但國民黨團總召富昆奇 卻在黨團大會表示 這回恐怕難禮嚷 先會期審預算民眾黨挪刀破破 但先前張騎海高喊 要凍結總統府預算 引發綠營批皮 如今傳出黨內擔心 失出無名孔子商 一機踩煞車 民眾黨拼扮演關鍵八席 黃國昌領軍首戰翔 展現魄力卻意外得到吃汗形容 開心大合照留下難得畫面 時代力量辦第三勢力研討會 黨主席王婉鈺一旁 站得竟然是民眾黨的蔡壁如 畢竟柯文哲涉探案 時代力量批評可沒聽過 柯主席的事件之後 是不是這些小潮 他會回歸到燃火綠 我個人認為是不大可憐 第三勢力這些的代表 我不曉得他邀人的原則是什麼 就由我來跟大家合和一下 但怎麼不邀請也曾帶過實力的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 難道是雙方清潔未潔嗎 出席與會的親大教授姚仁多 過去就曾批評黃國昌 成就個人權位卻犧牲了時代力量 加上國會藍、白、河 讓多數小黨無法認同 而柯文哲更成為檢討對象 柯文哲遭羈押後 黨內領導團隊似乎變成黃國昌、黃珊珊等人 而蔡壁如也說自己並非黨內核心人物 聽到黃珊珊代表柯文哲赴美 還一度露出困惑表情 他代表柯儲席嗎 還是他代表誰 我不知道 果然我都不太關注這個黨中央的人士 民眾黨作為第三勢力最大黨 在柯文哲被羈押後 領投揚地位 所有小黨似乎苦事淡淡 好 我們來看國會新會協議登場 真的是藍百秒開戰 只是我們想要問的是 這開戰的結果損失的究竟是民進黨 還是損失的是人民呢 瑞德 對 沒有錯 事實上損失的是國民黨執政的現實 那麼為什麼這樣講呢 那麼立法院一開一 當然嘛 你也是立法院去邀請行政院來備詢嘛 來了以後果然 黃國昌 黃國昌反正他就對誰不爽 對誰有意見 他就叮叮叮叮叮 所以他對NCC的代理的主委 溫博中就有意見了 就出去 叫他不准在這個地方就對了 出去然後跟公伯 弄一大堆就對了 那我覺得 我覺得他在罵的時候 他要恢復他咆哮的本能的這個情況之下 那麼韓國瑜就軟釘子給他碰 我跟你講 這個會期 雖然表面上說藍白很合對不對 好像接著緊密 其實已經我觀察已經起了化學變化 為什麼呢 你看 上個會期 黃國昌的頭讓傅坤其摸對不對 一襲腫召 這個會期 現在已經跟你講 一襲腫召都沒有了 你知道嗎 已經沒有腫召了 他們不是舉牌子在那邊罵嗎 對不對 罵的時候呢 罵的時候很奇怪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黃國昌噼哩哩啦 在那邊咆哮的時候 咆哮這個民進黨的利益 這個行政院長 這些 一樣有舉牌子的這個 黃珊珊卻跟民進黨的立委 有說有笑 這個有意思啦 有說有笑 就是有畫面 對 就在那邊有說有笑 還在開槓 你知道嗎 還在開槍 那邊 氣氛不錯 氣氛熱絡 各位厲害吧 這不是跟落實了小英女孩的稱號嗎 沒錯 說到這樣 對不對 有說有笑對不對 本來就綠的 他本來就綠的 本來就綠的 不用踹他一腳 你在那邊舉牌子的時候 照你來講 應該民進黨兩個人 水火不容嘛 結果無幾包就 韓國昌哩 發到大小聲 你在那邊有說有笑嘛 是 那麼 豪無違和感 所以這畫面真的是一家人的感覺 對啊 你就知道吧 那黃珊珊跟這個民進黨的關係 你又被人家拿來做文章了嘛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要告訴各位就是 藍白核只是表面的 因為他們已經起了化學變化了 因為這個所謂的總預算不是被退回去嗎 是 各位 可不是黃國昌把他退回去 國民黨復活 不是 事實上是無黨籍親國民黨的高金數美 為了他原住民的一個預算嘛 所以他提議 最後呢 藍白連鎖把這個總預算退回去嘛 那個總統呢 賴清德當然說這個是罕見 事實上也是罕見 你對個別預算 個別部會的預算 凍結退回這個我可以理解 你的總預算全部退回去的話呢 非理性的杯葛對不對 民意為什麼會嚴厲這個批判 我告訴各位 我為什麼說傷害到的最大最多不僅是全民 而且是國民黨執政縣市 因為現在有十幾個縣市是國民黨執政啊 我跟你說 像我所居住的三峽北大特區的捷運三英縣 就靠前瞻基礎建設預算的相關的補助啊 這些包括捷運問大縣 雙北竿捷運都卡卡卡 預算都在這裡被你卡住啦 我這樣坦白的啊 然後其他的相關的預算 比如說 你北大特區要騎出這麼空氣啊 可能他可能 有沒有捷運差這麼多 完工已經遙遙無期 已經一拖再拖了 現在又要拖 然後警戒而來 你們就讓藍白聯手跟你招攤嗎 警戒而來 所以他招 不好意思不是招攤棍而已 全國都招攤到 全部都招攤到 你只要有 而且今年的很多的這個款項對不對 很多的補助款要增加嘛 全部都卡死啊 卡死在這裡 你的給年輕人那個黃屋那個津貼對不對 那個黃珠津貼啊 還有這些 給學子的這些 這個學費的補助啊 還有這些老人家的 還有這些生孩子 全部都在裡面 全部用來這樣 重新卡死在這個地方 昨天晚上 因為他們現在不是開始到處辦活動 說要生緣阿伯嗎 那很多有些媒體說 五百個座位 座無虛席啊 現場還有人喊出說 連網路上有超過五萬人看啊 告訴各位 我常常在選舉幾天去天堂做選 高雄 高雄是跟台南我常常去 這個地方去過兩次 這個現場 我告訴各位 一個不幸的消息 什麼不幸的消息 隨便一個議員 都是滾幾千人出來的 整個島在高雄滾五百個 你跟我說五百個 這叫做無虛席 報案 我記得有人預言 不知道是張藝燦還是誰 預言說再來 在很多地方 他們都會辦室內的嘛 嗯 個別縣市辦一場一場的 是在戶外 但是呢 比如說在新北 現在都改辦室內啦 現在真的改辦室內 你知道為什麼嗎 而且會用防疫的規格 做一個空格 你拜託辦室內 室內場地珠小一點 爆滿了 擠不進來啊 還說要遍地開花就對了 告訴各位 事實上 黃國昌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民眾黨的四人幫出現了 哦 四人幫是民眾黨真正未來 帶領的領袖 因為阿伯幾個月 不知道要多久 要找人不知道啊 嗯 第一個精神領袖 阿伯他媽叫陳佩琪 嗯 第二個 夾天子以令諸侯 黃珊珊 昨天晚上飛到美國 去的那個黃珊珊 第三位黃國昌 黃國昌 他才他還排第三耶 第四位蔡壁如 蔡壁如 我昨天看到蔡壁如的時候 他在那樣的慷慨激昂 對負協的力量 我們直球對決 一定要告到底 那你一個禮拜 你到底是當時 你們第一時間告到底 民眾黨立院黨團主任 陳志涵 二十號一早在臉書 曬出塞車照 抱怨今天不知怎麼回事 中美大橋完全塞住 卡在橋上動彈不得 更拋出Google地圖 稱從淡水要到立院的路上 都是紅通通希望儘早解除 不過仔細看 這條紅線跟捷運紅線 一模一樣 陳志涵過去曾任 台北市府發言人 學政顧問竟然會把紅線捷運 當神路況 而陳志涵 天文印出也引發網友朝聖 網友笑稱不只紅通通 還有黃子 藍綠宗 五彩繽紛 有人則大酸 我家中校 東陸藍通通 大家快冷死 快救救我們 這種呢 月領二十萬 我來做也不差 後續陳志涵 撤下捷運圖貼文 並附上連環車或照片 表示看起來有點嚴重 要排除 還有一陣子 不過過去 柯文哲要求七點半成會 然而陳志涵 PO文的時間已經是七點十九分 還要大家早點出門 別跟他一樣遲到 遭炮轟 還想找借口 而二十號 正巧就是立法院開議日 陳志涵火速前往議場 站在座位席 頻頻講話疑似在直播 心情絲毫不受PO錯文影響 只不過會把捷運圖誤認賊車 引發外界討論 柯文哲市長任內 不止精華塵案 北市科BOT案 由新售拿下 葉被告發圖利 北檢9月20號 在約談六名 當時承辦公務員 而同一天 議會調查小組報告葉出爐 議會調查小組 洋洋灑灑 羅列8點結論 四大建議 定調柯市府 未標而標 行政俗師 有的要投資計畫書 但是呢 星光這邊卻不用 在了留標之後 而且為了能夠順利的脫標 而在這個行政過程當中 決策可能就有點舒適 我們沒有能力 去看有沒有違法 所以我們才要把這個調查報告 經大會同意後 送交監獄 還有相關的評價項目 而除了放寬條件 讓招標背離目標行政缺 外 時任新售副總的吳欣穎 同時擔任民眾黨立委 社會觀感不佳 此外 柯市府本來以花錢 為外訪問潛在廠商 後來又自己約訪業者 IP功能重疊 不尊重專業 市府應付決策權責 而調查小組也將報告結果 送監察院北檢 集聯證書 至於當時 原大發聲明指出自己 為派員參與北施科招商訪談 則因為與市府雙方說法都不龍 且為出席議會調查 成為羅生門 而後續是否設警福利 也有賴北檢繼續調查 好 民眾黨裡面是還蠻微妙的 我們看一下這個黃國昌現在他摸那個 專門繞人出來 那底下留言摔牌 主席好為代理主席暖身 所以現在很微妙 一個是被停權的 看起來也沒辦法選代理主席 但是不知道真的黃珊珊是大權在握 那黃國昌 現在我為什麼看到這個一般政論節目 都認為黃珊珊的勘戰 已經在黃國昌的前面了 你這麼看嗎 對 瑞德哥講四人幫 本來有個湯科叫柯文哲 柯文哲自己都說 民眾黨叫做拼裝車 如果我不在的話會四分五裂 這是柯文哲說的 非常清楚 如果柯文哲不在 接下來就是民眾黨四分五裂的時候 他現在為什麼不斷要去跑場 要把所謂的小草變蔥粉 把小草變成蔥粉的時候 他在黨內才能夠集結一股 他自己的兵馬 所以黃國昌在黨內的勢力是虛的 那我要講的第二個人叫做黃珊珊 黃珊珊的親民黨市集統 反而是最強的 因為他們過去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民國城各地把過去民眾黨 親民黨的組織 全部都排在所謂的地方的幹部裡面 所以這些東西變成是民眾黨現在地方組織的主力 而黃珊珊昨天的記者會 你看除了在講所謂的容積率 大家比較不懂以外 等一下逸川威來解釋 但是我要講的是 你看一字排開 林國城坐在他旁邊 四個台北市議員坐在他旁邊 兵力展現 這個兵力展現不只是林國城 立委只有林國城挺黃珊珊嗎 立委不要忘記當初立委的提名誰主導 是黃珊珊在主導 她是召集人 除了黃國昌 除了陳昭之叫柯文哲指定的之外 其他六位都跟黃珊珊 都跟過去親民黨有關係的 所以黃珊珊不只在台北市 在立法院的系統 也有一定她的實力 所以黃珊珊是大內高手 大內高手 黃國昌整個外面不來不去不粉絲 黃珊珊不是被停權三年嗎 她為什麼可以代表柯文哲出國 甚至未來有沒有可能變成代理黨主席 你黃國昌自己入黨的時候 也簽了一個協議書嗎 現在不是理由叫做共赴黨難 我要介入黨務了嗎 所以黃國昌 你在所謂的入黨的時候 簽了那個協議書 都可以做代理黨主席 我黃珊珊停權三年 叫中平會重新改變一下 可不可以競選 當然可以競選 黨的法規就是初一十五不一樣 如果不能進行 一個衝衫一個剃字 Push 兩個人 兩個人 你們民眾黨的黨 本來就在那邊有彈性 隨時可以改 所以這個東西 黃珊珊一樣有欣於 有志於所謂的黨主席的選舉 即使沒有 她也可以派出代理人 林國成就是一個代理人 林國成也是資深的議員 也是過去親民黨提議方組織系統 都是她做成的 她為什麼不能選 為什麼讓你黃國昌選 所以未來所謂的親民黨系統 一定會有一個人 來競逐這個黨主席的大衛 另外要講的就是 蔡壁如叫邊疆派 叫冷宮派 被打入冷宮 被發配邊疆 但是不要小看這些發配邊疆的實力 因為很多的所謂小草 很多的民眾黨的地方組織基層 對於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仗亂七八糟 你們吹冷氣零二十二 我們在基層辛辛苦苦 什麼都沒有 他們認同的是誰 叫做蔡壁如 所以在民調上面 我們看起來很驚訝 原本以為都黃國昌 應該一支獨秀 沒有 三分天下 黃國昌二十二點五趴 蔡壁如二十二點五趴 黃珊珊加陳佩奇加陳志涵 這三個人加起來叫後宮派 違在柯文哲旁邊 二十三點五趴 加起來 所以加起來的時候 三喀都剛剛好非常的平均 所以未來民眾黨黨內的黨內鬥爭 會更加嚴厲 所以你現在很難判斷 最後誰會勝出 也有可能阿伯回來了 回來了 你都不要吵了 對 我要講說阿伯只是請假 你們不要覺得好像變成神主牌 早晚三住現在就不理柯文哲 阿伯如果回來 這個政黨 會不會因為阿伯的所謂的 未來不斷的起訴也好 一省二省三省 甚至有其他的案 四北柯案都已經在打預告了 所以這樣的案子 你們又不敢得罪阿伯 因為你們奉為神主牌 神主牌如果回來 又要得回來做黨主席 所以這個政黨 未來不只是只有內部的分裂 還要面對柯文哲 不斷的官司的問題 好 這個阿伯真的有可能回來嗎 現在看起來 好像有可能積壓兩個月 四個月之後 真的有機會回來 來看看 現在話都咬得滿死的 朱雅虎他說 我又沒有行賄 然後現在又約談了 威京子公司鼎盛董事林青 到底扮演什麼假這個狀況 還有這幾個禮拜這樣累積下來 甚至都談到了虛擬貨幣了 阿川兄 金流到底走出來了沒有 最近去約談 應該是長仔作業 去約談這個林青嘛 他到底是什麼 大家看看這個人 這一位仁兄 他在這個營建署 當過十一職等的組長 也當過國家公園管理處的處長 也當過都市計畫 所以他這個開發案從頭到尾 裡面專業的問題都是他在解的 所以他不管是便當會 跑去跟林周銘見面神經 帶他去找林周銘 去找這個林青榮 都帶著他 因為他知道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能做 譬如說要做個案變更 他說個案變更 想辦法賣油 什麼不要做什麼不要做 我們要就你直接給我八百二 因為他熟悉那些相關的法令 所以這一次就也被召來 因為他剛好是鼎月的董事 在負責做這個都市計畫的這個變更 那當然這一位這個王先生 他是這一個應小威的好朋友 因為現在像電視都不能亂說 好 他的好朋友 那就這些錢有一些是匯到他個人的 這個帳戶匯到一些協會的帳戶 那代表沈慶晶在給這一些 不管叫酬勞 顧問費 公關費的時候 是習慣去用這樣一筆一筆匯出去了 就是說他不是一家給你三千萬 一家你兩千萬 他就個別這樣一個一個匯 所以就會懷疑說 那這些錢有沒有變成 淨柯文哲的政治現金帳戶 淨柯文哲的協會 淨柯文哲的基金會 柯文哲旁邊的利害關係人 是不是透過這種方式 把這個錢給弄出去 那這些錢在弄的時候 跟他有沒有關係 當然就這幾天也在約談他出來 那這個案子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發現一件事 就是這一個動工的這一個典禮 這個動工典禮去查 這一天不是兩層即時 這一天不不移動工 也不移這一個就是進行相關的這種開幕的活動 為什麼要特別選這一天 選了這一天到現在 所有的風波都因為從這一天開始 這一天為什麼一定要趕在這一天 可是呢 實際上的開工日又過了幾個月 過了四個月 是 他是十月十九號開工 為什麼搶著要動工 我跟你講 我補一句話 因為開工才可以申請貸款 那兩件事 建造不行 兩件事 因為這個開工完 大概一個多月就投票 對柯文哲來說 對那當地來說 就這個地方開始要發電 旁邊那個租工 哇這個金華城搞這麼久 黃偉這麼久 終於我們要發展了 是柯文哲這個市政府的功勞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這些連帶的銀行 是按照工程進度撥款 也就是說你動工撥一筆款 這個地下室這個風底一筆款 往上到一樓 扶到一樓的時候一筆款 接下來五樓 十樓一直上去 就一直撥款 所以去做了這個動作之後 這個動作不是怕那兩個 旁邊很多金控 所以這個動下去有鈔票 又有選票 金控那些銀行的董事長 銀行搬錢 動工才可以搬錢 金融董事長站在旁邊 金融董事長都去幫忙動 你還不撥款 你也來幫忙動了 你還不撥款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撥款 可是呢 拖了三四個月才正式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八十五個月 他跟市政府申請是八十五個月竣工 從這個二月三號才開始算 竣工又要往後 要這個往後拖 竣工的時間就可以往後拖 對 就八十五個月內要完成 所以他就是變成說 他中間十月到這個二月中間 他其實沒有在動作 要算第一天要從二月開始算 他當時的設計是這樣 所以洪建議就發現說 你如果這天 原來就可能就是為了銀行要撥款 好 那現在針對這個錢的事情 他們也講很多 說什麼 黃珊珊的說法 我不知道你信不信 都端木正的錯啊 會計師偷懶 你們現在說什麼金融 金融根本沒查到 什麼比特幣什麼鬼的 甚至說什麼 我們政治先生什麼9999 就是為了這個 讓他們好把錢匯進去 然後沒有可以匿名的捐款 人家說現在是會計師偷懶 有沒有 這個案子 有選過許多知道 這案子其實不難不難理解 就是收了太多現金 收太多現金 那收了很多現金 又有一些又不敢全部拿回家 有些還是要拿去報 可是拿去報又會遇到什麼 遇到十萬塊這個門檻 就一個人可以捐十萬 可是這個傢伙呢 這個董事長可能拿了五百萬來 我就說會計師偷懶 你們都亂講 黃珊珊說的 董事長只能捐十萬 那老闆拿了五百萬來 那你要五十個人頭 老闆說我就給你錢 關了多少 我哪有多少人頭 最多給你五個人頭 那剩下怎麼辦 那剩下呢 就是要找人頭 那找不到人頭怎麼辦 那就匿名了 那匿名就只能一萬塊以下 一萬塊以下 所以他變成要找一堆匿名 你就一直劈一直劈 那個九九九九 所以會計師是太勤快 一直幫忙劈 你收太多現金我要處理 然後呢 他又不敢把這五百萬 全部拿回家用 又就把他拿回來總部 拿去報 可是對會計師來說 你就沒有人頭給我報啊 那沒有人頭給我報 我就只能報一萬塊以下 才能叫匿名啊 所以他就不斷地劈 九九九九一直劈一直劈 所以現在才會遇到這麼多的問題 其實就是當時收人家太多的現金 如果這些企業 這些跟個人全部用匯款的 全部用轉帳的 歷史紀錄上面都有 大概就不會有這些困擾了 好 最近政壇有個很熱的話題 先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總統親自做這個叫什麼 點主觀對不對 對 應該是臺灣史上第一次吧 對 總統是第一次 那這場 引發很多討論 這一場我忍在現場 然後總統在這個儀式裡頭 他做了兩件事 一個是當典主官 一個代表家屬跟大家自協 意思就是說他代表家屬 然後是兩個是連在一起的 那這個典主其實賴清德 潘夢幻應該很感動吧 有這種兄弟 對 因為一般典主跟這個代表家屬 大概是兩個人 那典主是這個大部分 都在南部跟中部的海線 我也當過典主官 就中部的海線的人 就是很在乎這件儀式 那誰可以去典主 就是你的職位裡面有關的 你是當官的 當長的 那如果找不到當官的 找不到當長的 你就找地理師 找道士 那林佳龍有沒有當過典主官 有 都有 他那個都會棄子出來當典主官 但是我跟你講跟賴清德 最大的差別 賴清德當臺南市場 他要求所有的區長都要學 民政局長都要學 因為 市民很感動 有時候找不到局長嘛 那就是區長 那區長就代表市政府 那區長去 通常我們 比如我在中部的時候 我在當典主官 我只有做動作 你不說話 唸的這些都是旁邊的那個地理師 道士 那些老師在唸 然後他就叫我們點的時候 他就他就很小聲說 右邊 左邊 你功能很低嘛 就是我們不太會 我們不太會唸這個 你剛剛明明有在唸 所以我那一天聽完之後 我就決定不在電視上講 這些有的沒的 因為我們的總統太專業 所以我就想說 你發現自己太愛唸了 我在想說 不夠專業 我前一陣子在東東西的時候 總統應該想說 這個小孩 而且他講的這一些文言文 沒辦法他專業 就是說台語的文言文 其實是蠻準的 那時候點主的主 概念是這樣 他其實在那個神主牌上面 原來是寫一個王 那個神主牌的主 是寫一個王 所以要把那個王上面 再點一點才叫點主 點主要點前面 跟點那個神主牌的後面 點進去 是要讓我們那個三魂七魄 這個三魂裡頭 其中一魂 能夠進到這個神主牌裡頭 因為神主牌本來是一個木頭 這個魂進來 就代表有點開光的意思 讓這一個這個 原來這個木頭是有開始 真的有有這個祖先進來的 那這一個 這一個儀式 其實他在弄的時候 我們在點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我們不太知道 我們在在比的意思 可是他是真情流露 對 他異陽遁挫 因為他自己念 所以知道點的是什麼 對對對 然後大家點前面 然後等一下這個就點到 這個神主牌的 這一個後面有沒有 點後面 點後面 對 那這一個是大家才發現 這次應該是中華民國 或者臺灣史上第一個總統 好 謝龍介 去幫個人弄的 謝龍介 他說哇 這是第二次在安藏令人 看為關子 有網友說 哇 這是被總統耽誤的大法師 你在那現場你看 你心情是怎樣 要點阻的時候 就這個潘孟安跟他哥哥 跟那個長孫 大孫 三個歸在那裡 手勾著手 拿著那個神主牌 那從頭到尾就是完全不甘告 其實每一個人都瞎到 然後他唸的那些就是 就是台語的文言文 其實你不認真聽 你不太容易理解他的意思 但是你現在只要去Google 他唸的都是真正的一字不漏 那這個做完之後 即日起我就不會再表演這個 因為會被 輸哦 會被我們總統 關公面前無大刀 會被總統笑說 你會被亂演一頭 真的嗎 所以你要開始走這個 除非我把這些全部背起來 那你背好 讓我們節目稍微表現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阿昌兄 我們再來看一下金華神這個案子 剛剛講到這個林青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剛剛阿昌兄講到說林青 他是頂月的董事 也是便當會的關鍵角色 而且在法令上又很賢熟 真是這樣嗎 朱雅虎真的說他沒有行賄嗎 如果朱雅虎沒有行賄 之前大家所講到的 王尊凱就是應小微的朋友 應小微的賬戶分別有四五千萬 四千七百萬 所以是不是可能四千七百萬 不是應小微自己拿下來的 是還要再幫忙處理出去的 因為他有兩個高手 一個叫林青來自於中央 對於這個手法令 一個叫做吳順米來自於地方的副總工程師 這兩個就是管法令 你不能稀裡呼亂送錢 也要懂得那個怎麼走 法令怎麼弄 然後錢的部分就是 我覺得王中凱一點點主要還是 朱雅虎啦 我認為還是朱雅虎比較多啦 那朱雅虎我們有一點誤判 我們對他 他第一次去的時候 都無保回 就是等於是 無保請回 無保請回 而且走那個 有限制出海啊什麼的 對 走那個 而且有特殊通道 就照不到他的那個那個車道 可是他那天去啊 他如果都交代清楚的話 就不用再傳他去了 那他那天去 他又在那個樓梯間 一樓到二樓說 我沒有 我沒有會 我沒有行會 我沒有行會 又講這個話 那不曉得是他講的話是應付記者 還是他真的沒有交代清楚 沒有講行會的事 因為 因為我們判斷的 就是他如果什麼都不講 他不可能沒有無保 可能講了一部分 而這個 那檢查會認為說 他有點狡猾 不老實 只招一部分 他要他全部招 咬其他的方向嘛 我認為呢 應該這樣講 市長的部分不是他啦 我覺得議員跟打點官員 很可能是他啦 他跟吳世民就傳證引信 他自己也熟等等 這兩個都有角色 那王中凱可能有一些角色 那就簡單講說 給了他一千萬 你的錢拿給誰等等 就如果四千七百萬 都是一小回是冤枉人家 一個議員沒有 行情不到這兒 沒有到一千七百萬啦 一部分一半一半 可能我就認為比較合理啦 所以今天朱雅虎的重新傳 一個是他啦 一個是講一半啦 那個人叫彭震生啦 是 我認為全部 很老實 一無一時全招的 叫黃錦茂啦 所以朱跟彭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還挺這個 還挺狡猾的 可能講了一半 不是都沒講 然後 他講了一半 彭震生 可是卻沒有換得重寶 而還是收押他 如果重寶還也能接受喔 跟押韻菌呢 就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嘛 我現在先這樣分析好 那再再拉回來 再回到主力 什麼呢 大家就不管是洪千一 不管是蔡壁吳 講了很多 那據瞭解是 大家如果我們把這個案子 所有的匯款放在 只是560到840 也是大錯特錯 是我那比較少的三分之一 可能是392到560 這一段也很值錢 然後所謂的560到840 你要拆開看喔 20%的那個什麼 容積移轉是用錢買了 另外說嘛 本來就可以做的 可是他20%弄到底 也是560到672 這個貢獻度 並不會比392到 392到560大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分把它拆開分 就兩邊都可能 就是你要論功行賞的時候 是有階段性的 得多少容積 來看論功行賞 這樣講比較精準 好 那再回到大的 就是頭 就是那個阿伯 這個 我跟你講 阿伯這個事真的是糟糕 你知道 前面講的會選 傳來傳去 不是會選 行會傳來傳去 可是你知道 本來這個 神經驚是倒了 我講這個幾個很離譜的 又一分鐘就講清楚了 這已經是倒了 剛剛講的 你講的假開工對不對 立刻撥款 這個錢下來 如大汗之望語 你就活住 活到今天了 從2022活到今天 可之前風雨飄搖 都倒了那個土地壓來壓 去中石化什麼 那個帳複雜一塌糊塗 重點是什麼 你阿伯怎麼可以 你88億 就是任性的移居跟那個智慧 你那個保證機是還你的 就是我要壓在那邊 我看你有沒有做嘛 對不對 所以你才可以領我20%的容積 你要壓一點錢在我這兒 你有做到了 就還給你 才還你嘛 對 這樣其實只壓都已經不公道 你壓都沒壓 我們知道這些有幾件事情 第一個88億 是不是一定要在拿建造以前壓 你才有資格撐緊建造 第二個容積移轉 都沒有移好 都沒有移好 到了蔣灣時代的過了一年才移好 那你也給他過 而且88億說 全部房子賣光 那使兆拿到兩年 房子蓋好兩年 賣光兩年以後 請你再繳 那時候不繳你怎樣 我房子都賣掉了 就沈基金都玩這一招 所以重點是什麼 這個企業不僅給他20% 他全部的企業全部都賠錢 因為陶宗明員都抵押 賭債幹嘛 所以他最後的經濟不只剩這個能活 就是這個精華層 而你呵護背赤 你怎麼可以保護財團層 這個樣子 而且完全違背法令保護他 我認為台北市的弊案 最大弊案 此案 這是莫此為之 你覺得為什麼柯文哲 對他這麼好 那一定有好處 對不對 所以你 不然他不是 弄得慧的 他一包錢都沒拿 所以這些 所以你覺得他說 沒有拿錢 注意啊 我說他沒有行賄 你覺得是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至少我是資深議員 我是不相信的 而且那麼多 而且這個錢 現在 第一天你還記不記得 他們那些律師在 這檢察官糟糕 傳我是精華層 問的都是木可什麼 有沒有 這支現金 那個錢是插來插去的嘛 當然全部都要問嘛 甚至其他事案 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那個叫北農改進案 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那都很難說耶 所以這個案子 這個必案之大 然後這個心流之深 然後這個交叉來交叉去 這個案子 那之複雜 真是歷史首創的 洪建議最近在說的 蔡碧如在市長室裡面 為什麼蔡碧如一個身為市長室的 有幾職顧問 可以直接指定 局長林周明 也要來跟金華城開會 冠年 天下武功微快不破 這個是柯文哲的這個 執政哲學 那快到什麼程度咧 在柯文哲卸任之前 他是2022年12月25號要卸任 可是他在 黃珊珊在選舉的期間 他就去參加 金華廣場的開工典禮 這是所謂的開工 開工典禮是在10月19號 可是前一天 建管處的同仁就受到壓力 包括由建設公司跑照的人來 然後市長室也有交辦說 這個建造副本 一定要在今天出來 什麼叫建造副本 慧民姐 我們通常簽7月的時候 會有兩份 我跟你簽就是你一份 我一份 建造也是一樣 在9月份 核定建造的時候 我還要做一個副本 就是說我們兩個都是要一樣 所以9月到10月之間 通常金華城的副本 可能需要兩三個月 因為圖很多 然後字很多 所以要找這個承辦人員 建築師來一一對一張圖 每一張圖都要一樣 不然以後 公說公有利 婆說婆有利 所以那可是柯文哲已經訂好 10月19號就要去金華城 這個廣場開工了 那所以當天前一天 承辦就說 接到電話說 這個建造副本 一定要在今天出來 那其實這個事情 很稀鬆平常 我們通常接到副市長 或市長的這些手藝 或電話的時候 我們覺得幫人家趕一下 比如大的工程 幫人家趕一下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現在這個問題是金華城從五百六到六七二到八百四 這總統之間其實都有承辦覺得有問題 甚至有錄音 甚至有這個手上有存檔 那我們今天看到手上有存檔 這是什麼存檔 這個叫做建造 我們看到台北市核發的建造 通常都要蓋台北市的大印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其實是金華城的 你看大家看到一一年建造九九九九九號 這個就是金華城 金華廣場的建造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中間是沒有市政府的大印的 我們是有大印 然後對完副本有大印 這個建造才可以出去發給當事人 然後市政府自己留存 這個沒有大印的意思 其實就是在承辦的過程中 然後承辦人員把這個建造留下來 自己存檔 就代表承辦人手上 到他蓋帳的時候我引一張 對 小弟我就在新竹縣在建管科的時候蓋過帳 那時候當替代役 沒有做什麼事 這個就是在我們替代役手上 跟承辦人手上長這個樣子 就是那個承辦來繳完錢 繳完歸費以後 我們來蓋帳蓋個大印 然後再把這個建造給他 所以這個其實會有 只有承辦人會有 這種沒蓋帳 這樣只有承辦人會有 為什麼都留著這些 這些也流落到檢調那邊去 因為這個案子問題真的太大了 就是承辦人心裡有數 這不留底恐怕不能自保 不能自保 就像黃台生說的 那個說我怕這樣可能會出問題 就是這個都委會委員 然後在我們講到都委會委員 我其實參加過都委會 這些委員的記錄 被逐字逐句的記錄 在精華城這一種 是非常非常少見的 他們只會有一個簡略 比方說黃台生 宋政賣說這個贊成或不贊成 都委會裡面通常是說 這些都委會委員每次來開會 都拿兩千五 通常只要案子合理 他們看到這些符合法條 他們通常不會反對的 因為他們沒有必要反對 沒有動機反對嘛 對臺北市的建設 如果他們強烈反對 還說這個事情會出問題的 就代表這個會出大師 所以我們看到媒體裡面 整理出泱泱沙沙 十八條都市審議委員 這些反對的意見 這個都是非常非常尖銳 而且承辦人員在寫這些 會議紀錄的時候 是一字不漏的寫下來 通常會議紀錄不會這樣寫的 通常會議紀錄不會這樣寫的 通常就是說 哪個委員建議怎麼樣 然後暫存或反對 就這樣而已 不會說我怕以後會出問題 這種會議紀錄都寫出來 所以這些承辦人員其實都心裡有數 然後把這些東西留底 我認為現在檢調手上 由被約談過的這些承辦人員 所有的資料 那我相信真相就很快水落石出了 真相很快就水落石出了 明玉你的看法 到目前為止 這個小草們還是喊 金流都找不出來 代表柯屁清清白白 然後在這個後柯文哲時期 我們看到這個內鬥 是不是正式登場了 那黃珊珊昨晚訪美 說的還是代表 這個代表唐主席柯文哲 所以現在民眾黨裡面 會怎麼樣的發展 我覺得民眾黨裡面 最厲害的就是黃珊珊 你看黃珊珊她在司法上 你不要說她是什麼被告 她連證人都沒有 她到現在連船都沒有 你看假如這件事情 林濤馬上就跳起來 為什麼不趕快成黃珊珊 最弱的原告是誰你知道嗎 誰 就是我 都不成 都不成 你告半天沒人找你啊 沒人理我 想說看電視就知道了 而且你想想看黃珊珊她連便當會 三次便當會都有她 然後她很厲害 她連公文一個章都沒有蓋 所以她現在連證人都沒有被傳 然後你看 所以那種還要影印太囉了 我就是不蓋章 你是要怎樣 所以你看司法上到目前為止 她還沒事 然後你看在黨權上面 她已經都被停權了 還可以代表柯文哲 去參加什麼美台工業國防會議 那我就問嘛 你民眾黨是真的沒人了嗎 就是已經一個被停權的人 她竟然還要這個就要選她去 那你們不是有國際事務部嗎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黃珊珊到底是什麼身份去的 那不過剛剛幾位這個大哥 他們在講說什麼 這個民眾黨一些什麼事 不可能 佩琪姐姐還清點她吧 不可能吧 不可能 陳美琪應該說不上這些話吧 是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她只能就是說要幫柯文哲 喊冤的時候 情樂的時候 把她拉出來吧 可是我認為說 黃珊珊 這個你不要小看她 剛剛不是講說什麼 四大三頭還什麼嗎 可是我認為 現在民眾黨裡面就是三大會 怎麼哪三大 第一個就是黃國昌 以黃國昌為首的這個國會 那黃珊珊她就是議會 那那個蔡壁如就只剩下法會 就是要法會 那如果說你要以卡提諾 這個學院來分的話 那黃國昌就是法學院 那黃珊珊 他們這個就是商學院 一天到晚幫你算數字 那這個蔡壁如又創了一個神學院 所以現在你可以看 就是三大三頭 或是四大勢力 可是我必須講 回過頭來 我想說黃珊珊上禮拜 她不是突然自己作證 出來開一個記者會嗎 很多人都覺得說黃珊珊也該出來了 因為她雖然說 她這個都有參加便當會 現在看起來都跟她沒關 可是畢竟你也是副市長 也還是律師 而且你跟這個柯文哲 什麼柯文哲夫妻兩枚 一出來就往她家去跑 她也應該要出來說話 可是她上禮拜出來開這個記者會 我真心覺得 她是這個洞越來越大 如果你真的要捲用都市計畫法的話 其實就兩大原則 一個就是公益性 一個就是一致性跟這個通案 公益性她又講東方文化 可是她事實上她沒有講的是 東方文化人家真的有回饋 她不但就是說那個 我覺得小的是說什麼 回饋什麼三百五十幾間的 這個旅館 給這個 給這個北市府做公益用 外交用 這個是小咖 可是事實上 人家也有捐公園 那還有捐一個願景館 她捐願景館 而且產權是登記在北市府下面的 那我就問你這個金華城你做了什麼 你一毛都不願 那再來最後一個講這個通案 其實通案 就金華城就是說在柯市府 任內只有這一件通案 你是幫他量身打到量身訂做的 我們就跟他講 你自己一路開綠燈 你連這個建造還要先給他 然後還要趕快幫他動工 讓他可以貸款 所以你舉了這些例子 這個既沒有公益 也沒有一致性 也沒有公平性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黃珊珊 你出來講只是漏洞越來越多 坦白講他就是只有跟那個沈慶晶隔空串證 可是你你救了沈慶晶 你覺得這個串得了對不對 那剛剛不是講嗎 他這個記者會這樣一錘定音之後 律師一定就是跟沈慶晶報告了 對 這件事情市政府攬下來了 就是他們自己可以擅自決定的 可是我覺得我坦白講 我覺得黃珊珊非常笨 因為他現在講的這一套說法 一定是未來北柯文哲在法院上 他的律師一定也是這樣講的 可是你太快把底牌掀出來了 你現在講出來 檢察官一定盯著那個記者會看 他就知道說 你未來在法庭上的工房 你柯文哲包括律師 就一定會咬死這個 那你太快把底牌掀出來 那檢察官包括這些藝人 馬上就打臉你了 好 這整個事情 一般政治人物或者是商人 鋼鐺入獄之後都會很憔悴的 比如沈振昇 你看他沈慶晶 他都這個 做輪椅 尿袋都拿出來了 對不對 然後比如彭振昇 就突然就很緊急送醫急救了 網友發現柯文哲不是常人 精氣神越來越好 怎麼會這樣子 可能因為佩琪沒有握著他的手去睡覺 所以他就覺得很自在 所以你看他連頭髮都變黑了 但是 連頭髮都變黑了 會不會太誇張 對啊 黨要回家 其實他是一個不愛回家的男人 這不是我說的 他自己寫文章說的 回家的路好遠 這家裡更難過 經典的文學名著 柯文哲大家可以網路上去看一下 所以他是一個不愛回家的男人 而且是喜歡處理公務的男人 現在在裡面 剛好讓他每天可以看書 每天想這些事情 可怎麼樣去解套 而我覺得北檢蠻壞的 土層蠻壞的 給他吃火鍋 因為火鍋這件事叫做吃不快 你知道嗎 因為黃國昌說 吃得很快 所以沒有貪污 所以火鍋吃不快 表示他有所謂的 有沒有收受賄賂的嫌疑 其實北檢或者檢察官檢聯 現在都在查金流